今日,黄晓明的股票操纵案可谓是热度不减,毕竟,此事牵涉的范围太广,而且涉案金额巨大,一时间网络上的舆论也无法平息下来,尽管他本人发出了两条声明,但是这一条接近一条的声明,没有让舆论平息下来,反而是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了。 此次事件的曝光,而粉丝们的态度,也是呈现出了极大的分化,两面性极强,一方面,一群忠实的粉丝,坚信其没有做这种操作,表示会一直支持他,也希望事件的真相可以早日浮出水面。 但是还有一群人则是持着批判的态度,这些人表示事情一定不是声明中说的那样,实在是太过牵强,就算是自己的钱拿给了母亲,母亲转交了某人打理,在一次的转交之后,难道就没有交易记录? 更何况,自己难道将那么大一笔钱委托出去?连累托人的姓名都不知道,大多数人对他抱有强烈的质疑,甚至连他的各种平台的账号也沦陷了。 粉丝们的疑问,却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,近日,他却在朋友圈发声说道自己对不起妈妈,会好好活着,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,他受到这个事件的压力不小,而且他也多次表面这次是有人在操纵舆论,在事实还没有得到呈现的时候,现在的这些声明,还是有些苍白无力了, 相信所有人都需要他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,不管结果如何,至少公众是有知晓真相的权利的,现在他的家人似乎也因为此事受到了很大影响。